詞曲 李宗盛 詞 李宗盛 好 謝謝 首先當然感謝主辦單位邀請我 今天跟大家比較起來 我叫做義官邪說 因為這個影片跟大家很一樣 其實我只有17分鐘 不過沒有關係 既然6分鐘可以補醫生 那麼17分鐘 我可以給大家有個未來的想像 所以我今天的題目 是對世代人的影響 我從一開始這本書 能不能自回來了 把它揭取 就是我們人類的歷史的發展 假如濃縮成24小時 那麼它會是這樣的發展 凌晨的時候 然後是這些古埃籍 書名人這些古文明 這是凌晨 到了晚上8點 20小時之後呢 才有發明的印刷數 這一天已經過了20個小時 然後在22 就是晚上4點30分的時候呢 多周人才發明了正希希 這個紅色的姿勢我加上去 這個時間點 本來是終於有了十億人口 就差不多在公約革命的那個階段 但是能夠受到這個 公約革命強的人 這十億人口裡面 頂多是百分之一 頂多是百分之一 十億人平和百分之一 好了 到了晚上11年15分的時候 終於有了電力 那個時候啊 全世界是21的人口 是21的人口 那麼有電力能夠分享到的 大概是人口的十分之一 不是全部都有 大概十分之一 到了晚上11點43分 還差七個都沒有追出 有了電腦 那麼那個時候啊 大概就是1980年代了 那麼全球五十億人口 那麼能夠用上的 跟電腦有關的 頂多是五分之一 好 到了晚上11點54分 開始有了網路 那就是二十年級的事情 那時候全球有六十億人口 那麼在這個時候呢 我們能夠被網路所覆蓋了 2016年年底 全球有一半的人 2016年年 好了 那現在互聯網 有七十多億 今年我們會有 將近七十八億的 全球互聯網 而我相信 人工智慧 加上前面的網路跟互聯網 很可能會有百分之七八十的人 完全覆蓋 所以你就從這裡 你會知道 不只是這個科技技部的神速 而且它的影響力 十億人口 二十億到現在七十八億人口 那麼它所佔的體力 又知道它的威力有多強 好 那麼以我來講 我們這個一九五年代出生的人 我們在這段時間紀律的時候 我們那邊小學的時候呢 家裡中有電視 電視幹什麼 看不太幾個棒 出生 好了 到了我們那邊初中的時候呢 家裡面中有電話 可能不是家裡 可能就是在這樣子 可能 那個電話是撥盤的 又是撥到零的時候 叭叭叭叭叭叭叭 還好久啊 所以要撥盤式的電話 所以我同事要准 口袋準備一塊錢的圖 不然話題怎麼連動 好了 到了1980年代 大學才有PC 那時候我在美國念書的時候 花了台幣大概五萬塊錢 才買了一台386的電話 所以從那個時候開始呢 我們這個社團不立刻剛辦 然後1990年代網路主題的時候 開始沒有人寫信 2000年之後出現智慧手藝人 現在廣告公司出版業大 更快 到了2010年左右呢 大家放Line Line呢 我給他一個詮釋 Line是什麼呢 Link instantly Net everywhere 我相信Line公司都還沒有發現 還有臉書 還有臉書 所以我們這個 這個年齡比有更大的人 哇 開始 就是 常常會去溜回 溜回 溜回對象事業 我已經搞不清楚了 反正這是一切失戀的 對年輕人來講 手機跟空氣一樣重要 我在台上上課 學生寧願回家拿手機 也不會再上課 對不對 如果說沒帶到的話 再多各位 也差不多 手機沒有帶到 我們那個焦慮感 比那個 不管是老婆或老公 失戀還大於重要 好了 今年 2019年 將是武器的 時代 它會怎麼樣 這個還好 我們還可以提到 這就是 我這個時代來講 是這樣 那麼到2020年 我們就跨時代來看看 2020年的話 那麼在公元兩千年之後出生的人 他們在做什麼 他一定到我們是嗎 有毒有會有暗散 這大概是他們的專長 那麼大概差不多20歲左右的人 瘋那個電梯 那麼30歲 二三十歲的人就瘋狂 到了40歲之後 大概有家裡面 大概有家 那你會重視了什麼 是智能的家 那麼你到了50歲的時候 那不是只有體力慢慢不行嗎 所以你就 靠著臉書跟相互 然後開始做些回憶了 跟結構回憶 然後到了60歲以上呢 哇 你真的開車要補助價值 那麼70歲以上呢 你需要智慧回去 那80歲以上呢 你需要繼續保護 但我們可以想到出來 這可能明年 在不同的時代 他們對於所謂的AI 他的重點在哪裡 那麼今天能夠在這間 免獎間的 想必都是AI的研發者 應用者 還有傳銷的 那麼在外面逛街的 其實他們對AI 恐怕很多人都不太清楚 也許年輕人 你問他AI 他會想到什麼 想他A是Apple I是I-Wall 對不對 那對40歲的人呢 外面逛街的人 你AI是什麼 他會想到 哦 要assisted instantly 我很快的 就需要很多人來幫忙 對不對 哇 這個股票市場需要能幫忙 那麼我要投資 要帶小孩 那麼這些可能都需要 有一些放手 那麼 那麼 對於我們這個時代的人 那麼 有一部分的人 認為是一個 the normal idea 是一個背景 一番線索了 我跟他講 好 真的我們要問一下 人類想要什麼 好 在現在不斷的 科技不斷的發展 這其實大家都知道 這個故事 那麼指導到目前 會歸類 那麼 AI呢 資料的儲存 遠遠超越人類的記憶 演算 演算的速度 也是遠遠的超越人類的智力 自我的學習呢 當然超過人類的多性 好 這個 所以從這三個角度來看 人類真的沒有辦法跟 對不對 那麼人類想要的是什麼 好 但是你是我 我創造的 那麼我想要它什麼 它是不會頂嘴的助理 你給我乖乖的助 我跟陳 設立好了 你給我做得好好的 它不會大小變成寵物 對不對 寵物啊 大家都很想要寵物 寵物真的也 也蠻好玩的 可以豐富你的人生 但很麻煩的 你非得為它 非得幫它清理它便可 好 好 將來 你這個 戀愛寵物 最大的好處 不會 大小變 它有一個很重要的 不會虐待老人的小孩的管家 我們大概三五次在報道上就看到 哪個老人家被虐待 哪個小孩被和病死 那麼 這個是 真的是我們所想要的嗎 好 我想大家看到這個 這個網路上都在傳 比特萊爾的這個 Become Human 房的克羅伊 記者把問他 哇 真的跟正人一樣 被打入流 記者問他最後一句話 你覺得你還缺了什麼 他說 我還沒有靈魂 哇 這句話 我覺得這句話 才是我最應該擔心的事情 他有沒有靈魂啊 怎麼知道他有沒有靈魂啊 剛剛講的是 他開始會主動學習 因為有一天 他會自己會學著造鏡子 然後調整他自己的樣子 對不對 人類從出生以來 那麼他開始懂得運用鏡子 他的自我概念就出現了 像動物也很難 儘管有些動物會有 但是真的很難 第二個 他不僅導人會造鏡子 對人會突發氣象 我們人類很會突發氣象 我們很多的創造自己會突發氣象 如果AI他會突發氣象 哇 那真的是 有一天他會期許失控 人類的災難很多都是期許失控 如果哪一天 我們的機器人 會了這三點 那真的是我們最擔心的 他有了這三個能力之後 最糟糕的情況會是什麼 他有了自我意識 開始會瞧不起了人類 另外他有了自我意識就會有權力 權力一定要依附在自我的意識之下 你沒有自我哪來都會有權力 所以權力與戰友與意識的時候 人類恐怕會被危機 這個是我覺得我們應該去思考 在這條路上面 我們現在眼前都已經知道了 AI的發展至少到目前 他對於民進人的學習教育 已經很明顯地有觸及 當然台灣的觸及不只是一個少子化的問題 少子化的問題 本人是在1983年第一個喊出少子化危機的 當時我喊出少子化危機 就是這樣 當時推動教改 C10教改 提出廣正高中大學 也是比校那些教授 那麼我還被外推為教改的辦教室 各位就從Google才知道 結果現在大家都知道 C是教育發展的辦教室 那麼這只質量的問題 有的AI對智慧有些挑戰 上課的那個配分模式很不一樣 其實現在我們在上課的時候 我們不會禁止學生帶手機進來 我甚至也不會禁止學生在用手機 為什麼呢 因為我只能嘗試 他會從手機上面得到比我講的更多的知識 儘管事實上他在跟你們在 在那裡 那個可能性是比較高的 那麼那個確實是如此 所以我們可以講的東西 網路都找不到 找不到 那更沒有講教師也不需要 那將來呢 將來尤其對比大學教授 你的影響真的很大 我們做給眼鏽 除非你有正態性的創新 否則AI全部幫你搞定 對不對 你要做違憲的規定 你還不懂中國語言 看一下方法你找出來 然後研究方法 到他一個方向 他一下幫你搞定 所以 除非你是很正態性的創新 否則他談時間就可以完成 真的 我們也該失業了 那麼最好是等到我退休 那麼 學到校園 校園就是農園 那個校園天大樓真的沒什麼意義 沒什麼意義 那更不用講 對農業跟蜻蜓的衝擊 我想大家也不清楚 前面也提到了 共享經濟的計畫 這必然會來的 任何的擁有 都可以產生消費的價值 擁有的概念一定會改變 能不再去擁有 能是要去做一個 在消費平台上面運用 你擁有的目的是什麼 你不是擺在家裡 現在你家裡沒那麼大 你擁有就是要使用它 所以將來也不能想偷 因為小偷會不要偷 他想要擁有 那現在是為了小偷 只是要侵入你的平台 來持有的能力 對不對 它不需要擁有 那麼農產品 它的產銷自能化之後 它的購不虛惠金額的調配 不怕缺貨也會獲勝 我想這個要很清楚 無限金社會 台灣真的是弱 口袋還是被鈔票 對岸早就不需要鈔票 不過還好 我們有鈔票留下來 尤其是銅板 這樣還是縮起來 很難看之前 經濟學家能不能還有政府 我告訴各位 政府可能有什麼歷行的事 只要你有使用手機命令某國際 我們今天如何可以感受到 政府的存在 有啦 四月份我們要叫拍照稅 對不對 五月份我們要叫 叫這個 政府什麼事 還有你們小心 紅燈又轉 你就知道政府在哪裡 政府在哪裡 政府的功能 你說還有什麼 在我們今天的科技上做不到的 唯一的差別就是什麼 trust 你只要對那個平台的trust 它可以取代政府的那個功能 對不對 所以我常講說 如果一個政府常常強調尊嚴的時候 就表示其他的功能都會被取代 所以沒有辦法被AI取代 真的是不成 我想因為政府 在人類的歷史上面是無管於歷史的 它當然不可能永遠存在 我相信在2050年 這個概念會轉變 可能還有 但它會轉變 好 對於高齡社會的中心 網路上現在什麼都可以賣 也什麼都可以賣 只要有錢 就算是獨居也不會離職 對不對 那麼自動駕駛 這剛剛都講過了 所以2060年各位知道嗎 這邊2060年還活的人 應該有一半 應該有一半 不過你們活的時候 你必然是老的 對不對 所以你們一點都不寂寞 因為台灣製造 有四層的人跟你一樣 那個人街道上 其實你怕是從此去不被留 那麼老人如果需要照顧 隔世的遠距 監者服務的訴訟 以及居家安全設施 是未來的主流 那個電視上面常常廣告 還不出門 我還是一門關 我現在也在懷疑 我還是一門關 然後這個 還能把你們說 以後放心 好 通通把他們搞定 那麼機器人的報告 24小時待避 都會虐待 一夜偶爾電到的 好 我覺得有點很重要的事情 那麼它對 會議跟家庭的出問題 會是什麼 你想想看 如果AI能夠那麼好的被運用 人類啊 尤其今天台灣啊 人類一旦開始依賴這些人 對生兒育女的戲劇更得缺絕了 好 我真的很想 有時間去取搜一下 40歲以下的 看你們有沒有人 請問有沒有人的生命 你知道嗎 40歲以下 好 所以呢 延續生命的科技 將這麼寫去 人工生殖跟待遇母 會是個戲劇很低 因為這個生育蠻辛苦的 最好讓別人辛苦出現就好了 那麼延續生命的科技 將成為嫌疑 使得將爭先作為地球人的最後時代 因為我們可以想辦法讓自己過得更熟 我們可以看到整個世界的變化 二星時期 將是人類一個非常巨大變化的時期 所以正向成為地球人的最後時代 好 我們看到這個局面 有中央的預測票選 九部AI的片子 這個片子裡頭 其實就出現兩件事情 哪兩件呢 就是 第一個就是人類的維繫 另外一個是人跟AI產生的情感 都在講這兩件事情 所以呢 沒時間到了 所以這個是真的沒有定案 至少到目前為止 AI的發展 由人類在重視 在長空 至少目前是人事 所以目前我們真是有機會 可以來思考我們的未來 未來的方向 那麼 這邊有好幾個名人 他們所講的 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那個霍金是覺得是比較悲觀的 好 那我認為 不管怎麼樣 我們要掌握一件事情 就是競爭能力 就是我們如何充分運用台灣的科技 來創造我們的競爭力 所以未來誰來進入這個新世界 誰能夠培養出最嚴重的下一代 所以我們一起講 謝謝大家